无数的海洋生物在海中进食、猎食、吃剩的食物、腐肉、排泄物 会融入水中变成毒素对生物有害 这个时候,水中发生的氮循环N-Cycle会发生作用,将毒素分解 水的主要元素,由两份氢和一份氧组合而成H2O 除此之外,还有大量无色、无味、无害的氮元素N 当各种生物的排泄物、腐烂的食物、尸体、和枯萎的植物、融入水中 在分解的过程中,就会发生一连串的化学反应,从而产生出好几种化合物 对饲养海洋生物的人来说,我们要特别注意,当中产生出来的氮氢化合物 NH3和NH4,一级是,常常听说的阿摩尼亚 融入水中的阿摩尼亚,如果累积到中度浓度,煞眼间,已经可以令各种海洋生物,中毒而死亡,极度致命 海洋里,有一类好氧细菌,当中的,消化细菌,会用氧气,与阿摩尼亚发生作用 转化成另一种,氮氧化合物,亚硝酸盐,NOR 亚硝酸盐,对生物来说,也是非常致命的,低浓度的NOR,可以在一夜之间,夺去无脊椎海洋生物的生命,鱼类,可支持数天,才出现异常状况 而高浓度的NOR,更可以在数小时内,杀死所有海洋生物 如果,水中的NOR浓度处于高水平,NH3,和NH4,便不会转化成NOR 这时,如果仍然放入任何海洋生物于水中,也只会很快中毒而死亡 尸体腐肉在水中溶解,NH3,和NH4的浓度持续增加,令水中充满更多毒素 所以,如何消除水中的NH3,NH4,NOR是四洋海水生物的,一个重大要点 刚才提到的好氧菌之中,还有另一种的消化细菌 这种消化细菌会用氧气,与NH2来发生化合作用来取得能量 NH2,会在这个过程中,变成消酸盐,NH3 消酸盐对大部分的无脊椎生物,仍然是相当致命,当中,只有少数品种 能够在低浓度的环境中适应并存活,而鱼类对消酸盐的容忍度就高得多 就算长期处于高浓度的水平,鱼类仍然能够生活一个月,才出现种种健康异常的状况,个别强壮的鱼,甚至可以适应,并且存活下来 如果NH3的浓度,累积到一个超高浓度,NH3在水中会有机会变回NH2 结果,会令到水质长期处于,一个超高浓度NH3,低浓度NH2的海水环境 并不适合海洋生物健康生长 在海洋里,海藻类植物,会是硝酸盐为其中一个营养来源,将其消耗 同时,硝酸盐,亦都是水中的另一种细菌,艳养菌的食物 艳养菌,会在缺氧,或极低氧的水中环境下,利用NH3发生化合作用,摄取能量 NH3会在这过程中,变回无害的氮元素,N 水中过量的N,又会在海平面式放回大气之中 这就是,海洋自我洁净,解读,维持海洋生态循环的,N,Cycle 在陆地上,建立一个环境来饲养海洋生物,无论是大如水族馆的观赏池,又或者小如家居内的一个小鱼缸,整个水族系统都是要尽量 成就这个N,Cycle而设计,令封闭式的海水缸,拥有自我洁净,解读的功能 是NH3,NH4,NO2的浓度都经常维持在零的毒素,NO3就要维持在低浓度 而一个完善的过滤密桶,是应该可以令到NO3的浓度都经常维持在零,建立一个完全没有毒素的,水族生态环境 建立一个模拟N,Cycle的过滤系统,可以好简单,亦可以好复杂 似乎期望得到的过滤效果,和能够付出多少时间,去定期保养鱼缸 这时候,可能会有新手提出一个疑问,从上一代的前辈那儿听说 只要贫密地,大量的换水,就可以养到咸水鱼,从来无听过什么N,Cycle 更加无用过什么复杂的,过滤仪器 在80年代之前,这的确是事实 下一集,先会谈谈旧一代的,养鱼方法